平安与公义相亲 平安与公义相亲 他们是相亲相伴的 公义又跟我们神所告诉我们的话与律法有关系 所以我们的平安一定是从神的话而来 并不是从我们想象的事情来的 平安与公义相亲 而今天的这个 也跟今天我们的经文也有很大的联系 这个公义 尼西米在受到了今天很多的非同勋常的攻击里面 尼西米处理和经历这些事情 都会帮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 凭着这个公义渡过这些危机的 我们今天的经文先读一下 今天经文先读一下 是尼西米纪第六章 在PPT也有 我们如果手机或圣经里面有的话也可以拿出来读一下 尼西米纪第六章 我来读一下 第一节开始 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山和我们其余的仇敌 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 其中没有破裂之处 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 塞巴拉和基山就打发人来见我说 行李来我们在阿罗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 他们却想害我 于是我拆遣人去见他们说 我现在办理大工不能下去 也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 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 我都如此回答他们 塞巴拉第五次打发部人来见我 属于拿着卫风的信 信上写着说 外邦人中有丰盛 前面提到的一个基山 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 修造成墙 你要做他们的王 刘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 在犹大有王 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 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 我就拆遣人去见他说 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 是你心里捏造的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 以致工作不能成就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这一岛第九节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看到的第一个公鸡 有一个是塞巴拉为首的这样一个 一个大省 这算是河西省的省 就是在 他能够覆盖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的一个大省的 一个省长的这样一个公鸡 继续往下 我到了米西大别的村子 迪来亚的儿子 士马亚家里 那时他闭门不出 他说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灭 将殿门关锁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就是耶里 来杀你 我说像我这样的人 只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 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 我看明神没有拆遣他 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 是多比亚和参巴拉 汇满了他 汇满他的缘故呢 是要叫我惧怕 依存他犯罪 他们好传扬恶言毁忘我 我的神啊 多比亚参巴拉 女先知 诺亚底和其余的先知 要叫我惧怕 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死 这是第二件事情 就是一些先知 还有内部人士 他们这个犹太人内部人士 也要攻击他 尤其比较可怕的是 先知也要攻击他 第三个部分就是十五节以后 以陆月二十五日 城墙修完了 共修了五十二天 我们一切处理思维的外邦人 听见了便惧怕 丑眉不眨 因为建设工作完成 是出乎我们的神 在那些日子 犹大的贵族 屡次寄信多比亚 多比亚也来信誉他们 在犹大有许多人 与多比亚结婚 你看后边人 乱七八段先生 因他是姚拉拉的儿子 是加年的女婿 并且他的儿子 约哈纳娶了比利加尔子 书兰的女儿为妻 他们常在我面前说 多比亚的善行 也将我的话传于他 多比亚又长迹性来 了解我 这第三件事情的东西 就是一些 像是官员吧 在这个犹太里面的一些官员 他们联合组成士兵队 尼西米的一个压迫 好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一下 主耶稣基督 尼西米是一个伟大的人 在你手里面成为一个榜将 成为我们能够读懂你的 这样一个人的表率 愿主祢 恩戴我们今天 我们每个人的心 求你圣灵运行在你心里面 使这些话 能够生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改变我们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刚才我们这个 今天我们这个经文的标题是 这个智者无惧 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 仁者无敌 智者无惑或者无惧 还有这个勇者无惧或者无阻 这是两种说法 我今天那个尼西米 确实是比较符合这个智者无惧的 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人者无敌也不是说 一个有人心的人 有人爱的人 他就没有敌人 不是的 你说耶稣有没有 是最大的仁爱了 但是他的敌人很多嘛 他的敌人很多 这是指我们心里面的这个 人与智还有佣 所带来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 有爱的人他是不看别人为敌人的 有智慧的人呢 他也是没有疑惑或者没有惧怕的 勇敢的人呢 也没有惧怕 或者他们不认为什么能够阻挡他 这是我们心里面坚强的这个力量 有依靠的这个力量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实际的外在的表现 就是人者就没有敌人 智者就没有惧怕 今天尼西米 其实心里面也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些争战 刚才我们提到 之前我们竟然说 尼西米在这个 在尼西米的带领下 整个犹太民族 终于把这个啊 他们从外邦众邦人里面 能够分别出来这个城墙建起来了 那刚攻进攻呢 尼西米就迎来了三个挑战 就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个挑战就是 以参巴拉为首的一个政治暗杀 他就要把这个尼西米杀掉 第二个挑战就是 刚才这些假的先知假的预言 为首的出来的这个宗教险害 那么可以在经文里面 再明确的再分析一下 第三是 以这个与犹太人有关的这个 呃 官员 政府方面 一个势力压迫对他进行 他们这三个 你看最后的目的 在经文里面都说什么 为要叫尼西米惧怕 就是这三个目的 没有别的目的 为要尼西米惧怕 尼西米这个人 其实是一个 真是一个 按照我们蜀联的话 是有恩赐的 但是他是一个 我们看他确实是一个北大人 是一个天才 他有神赐的 洞察力 才能 他的耐压力也很强 也很有耐心 所以他之前能够成为九正 就是一个国王的心腹 是有原因的 并且后来他能够得到国王的支持 回到他的家乡建成 说明他身上是有很大的 谋略与胆略的 咱看尼西米这个人 因为圣经里面 你介绍尼西米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 神在他背后做了什么 不像很多先知神说 告他什么话 然后他去做 所以在上帝使用这个人 是有很大的原因的 那在尼西米的身上 有神的智慧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 有神的智慧形象 怎么可以 这句话怎么讲呢 什么叫神的智慧形象 耶稣就是神 如果耶稣是在尼西米这个角色上 处理事情 也类似于尼西米这个样子 所以尼西米有神的形象 有智慧的 前面我们分享过 尼西米这个城墙的意义 其实并不是为了 防止一个外邦的攻击 它不是一个武力行动 因为那个同时在周边地区是 统称为波斯帝国 周边都是波斯帝国的省份 商业往来是很频繁的 各族呢 与宗教都混杂在一起 所以我们也提到 所以那个时候都有 两个异邦的神 在一块生了一个小神 就是成为一个家庭 让他们之间呢 信贴神的人能够合在一起 他们是选择这种方式 所以他们都混搭在一起 所以可能当时有些大的城市 会有城墙 但是那个城墙是划分文化的 它划分那个 有些文化方面 不是用于防御的 所以耶路撒冷这样一个小城呢 它建造起来城墙 分别出来的这样一个观念 它要从这些重邦当中 分别出来这种观念 对周边的这个民族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冲击 它基本上会带来四方面的影响 第一是 它会引发周边的民族 周边的文化对自我信仰的一个思考 就是这个民族它怎么就可以 拜这个神的这些人 它怎么可以就建起一个城墙 之前是没有的 那就会引发其他人的一个思考 这跟我们今天这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 其实也挺像的 他所信的神 他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方式去生活 第二呢 那如果这个城墙盖起来 会引发一个冲突 冲突这个词是一个中性词 并不是一个说就有战争 或者是有一些暴力的行为 冲突是它就会形成一个张力 如果它们之间很和谐 我也认同你神 我也认同我神在一起 就不会有冲突嘛 那不会有冲突就不会产生距离 但一旦你我不一样的 就会拉开距离了 中间就会有空间的感觉 空间感 有距离的时候 别人就会观察这个民族的感 如果没有距离的话 你没有办法观察它的 因为我们都缓了一谈了 所以有冲突就会代表 有一个反思会出现 就是我们 你这个人和我不一样了 我发现你也跟我不一样了 我们会有一个距离进行彼此观察 这就会带来反思 如果没有冲突的话 就不会产生这种反思 那当然这会带来一个 大部分是反对者 当时的现状是大部分是反对者 反对者肯定会攻击或谩骂 这些犹太人的 就是这些谩骂呢 其实也是一种什么呢 自我的表达 他在表达 我不同意你这种做法 那我同意是什么呢 他也得自己去想清楚 这个城墙见起来 还有一个 带来一个这个影响就是 也肯定会有认同者 认同者呢就是 李希米前面说的 留下一个城门 这个认同者会从城门里面 进入到这个城里面 虽然是外邦的 所以在犹太的 早期的律法里面 会提到 只有什么人可以住在城里面 但是外邦人 如果想要在耶和撒冷里面 居住的话 也要符合什么条件 不是排斥外邦人的 它是你要相信耶和华神的 才可以从这个城门出入的 这是流出了属神之人的一个通道 还有一个冲击就是 在这个城里面 随后的新闻在第六章之后就开始讲 李希米要组织这些犹太人 学习律法 学习怎么进入圣殿里面 去崇拜耶和华的这样一些次序和规矩 这在之前他们都已经完全不知道 是按照外邦人的那个做法去崇拜 去这个在城里面设定一些民间律 但是呢 这个在李希米后来的经文那个六章以后就是 就要塑造神的子 就是通过律法 还有这个崇拜的那个次序来塑造他 在这四个方面 第一是引发其他民徒对于自身的信仰思考 第二是产生冲突引发彼此的反思 第三是可流出一个信神之人通道 可以进入到神的城里面去 第四是塑造神的子 这是个城的意义 这个城的意义是这样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影响力也是在于此 一个教会的影响力也是跟这个城是一样的 先说我们个人 我们如果个人要分别出来成为一个 我们基督徒都是说分别出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分别为圣 什么叫圣洁呢 那一个圣洁的人就有一套行事为人的规则了 和方式嘛 你的行为也是一个圣洁的人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出处肯定是圣经从里边出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认为的 什么叫圣洁 我们就自己设计一套方式啊 不是的 成为圣洁是从圣经学到的 所以这套行为出来以后 与周边的人 与没有听到过圣经的人的生活方式会一样啊 一定是会一样的 不一样 那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跟众人也都不太一致 所以就会产生什么 刚才我们说的 距离感 产生张力 这个距离感的存在是会 别人会观察我们 我们也会观察别人 这会引发一个反思 这个如果有反思呢 就会再来改变 如果没有反思 我们的生活方式和 没有听过圣经的 是一样的 不会有反思的 别人都 那就是这样 稀里糊涂 喝不饿的过程一生 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同样以前教会的意义也是在此啊 教会其实我们是一个 人群的组织在一起 那我们在世界里面有 社会里面有很多的组织 在公司也是组织 有一个朋友圈也是组织 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 还有一些民族的这个群体 都叫组织 那么教会的这个形态 还有活出来的样式 和这些组织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背后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尤其教会是以圣经为依据 制定一些生活的规则和标准 还有一些这个组织的规则和标准 那跟他们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会产生距离感 如果你非常看重圣经里面所说的 这种团群体的生活的话 可能对外其他的不信主的一些 团体里面生活可能就会产生一个距离感 他们同样看我们也是的 他们看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也是有不一样也是有距离感的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福音啊 在书经论里面所说的 耶稣吩咐我们说 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 叫你实行就完直到地极 这是我们如果能够分别出来 像圣经一样分别出来 成为圣经的话 这就是外邦人的光 你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 耶稣说的知道地极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所有没有听到福音的人 所有不信神的人都成为地极 因为你说地极就跑到北极去 或南极去那里 没有人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人说地极的话 是用圣经用一个地理的观念 是说表达所有我们能够到达了 所有史和人群的文化的这些方面 社会的其他的宗教的 还有其他的这些民族的这些地方 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 不信神的人 这叫地极 那我们作为主的门徒 按照圣经的话 活出的样子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反思 一定会引一个真的 活出神的圣经里面画的样子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反思 因为你跟他完全不一样 并且你的行为很坚定 这就会带来两种反应 那我们活着跟别人不一样 会带来两种反应 什么反应 一种是欣赏你的人 他就会和你相亲 跟你靠近 还有什么 讨厌你的人 他就会提示你 或者说这个 说一些这个 排斥你的话 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不是以前也面临这样的净化 是不是啊 他也是面临的 哎 很欣赏他的人 另外是 面临一大批讨厌他的人 你说欣赏他的人多 还是讨厌他的人多 讨厌耶稣基督人多 所以在我们 这句话 既然我们自己说出来 那我们就要小心了 小心了 就是你活得很像耶稣的人了 你活得很像耶稣 有他生命的人了 还是有人会讨厌你 还是有人会欣赏你 既然这是个事实了 既然这是个事实了 所以最重要的我们是活的 不是让人讨厌和欣赏 是我们活的 是不是圣经的话 是不是像耶稣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主他 我们的主耶稣 他都被人讨厌别人 有人讨厌他 有人欣赏他 所以我们更不可能 得到众人的欣赏 因为我们只要活出耶稣的 按照圣灵的话 活出这个圣灵里面 关乎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主应许 我们是有永生的 这是关乎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有讨厌我们 有欣赏我们 这是个现实 尼西米今天 对这个现实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他也就不在乎 那些攻击 他对在乎什么 神的话 神给他的应许 是最重要的 所以刚才我们讲的就是 尼西米修住 如此坚定的修复 这个上帝的 这个支撑 这个城墙的意义啊 所以今天带来的挑战 就是这三个 政治暗杀 宗教暗杀 你们帮我们读一下 多比亚 阿拉伯人 多比亚 阿拉伯人 十一年 我们的赛 阿拉伯人 在阿拉伯人 远远远远远 阿拉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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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这个城墙初步进攻 算是个毛培墙 它不是一个很 这个是很 装潢的很漂亮的 一个城墙 它只是修复 它把先前各处倒塌的裂缝呢 还有这个 这个重新 被雨水重跌的 重新加高 连成一片 看起来是一面墙了 只剩下挡完了 你看右边这个图就是 这个一个 这个原来尼西米所修的一个城墙 你对比里边的房子来看 城墙有多大呀 没有多大 其实没有多大 一个小城 中间是一个大的圣殿 你看这是它的城墙 高矮也没有多高 其实这个城墙 你真的做防御 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它只是在划定一个界限 那这个城墙既然修起来了 仇敌们就使了最后一条 之前 第六章之前的 他们做的工作 都是阻止这个城墙要修起来 既然修起来怎么办呢 就要把尼西米暗杀掉 把它杀掉 如果这个暗杀成功呢 会产生后果 群龙无首 城中大乱 那尼西米死了 谁是领袖啊 各方势力 宗教领袖 还有各省府的官员 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城能安不安啊 城墙还装不装修了 里面呢 到底谁来住啊 这个城修好啊 后来这个经文说 这个城里边并没有住多少人啊 这里边到底谁来住啊 这些答案只有尼西米才有的 别人是没有的 所以 诸多问题如果得不到这个答案的话 肯定这个城里面就乱了 那这个城墙就失去一个作用了 这是这仇敌们最后一招 所以就约他到阿诺平原要谈判 要谈一下 这个阿诺平原是去这个耶路撒冷城西北三十公里的一个地方 在地图上就是左上方三十公里 那个地方是有犹太人居住的 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他任何一个 刚才提到这些参巴拉呀 还有阿拉伯人的这些这个这个首领所管辖的地方 那个地方属于一个三部管地带 所以他们约啊就约这个尼西米到一个 由你们犹太人住的地方 也不是属于我们势力范围的地方 我们在这儿谈 好像比尼西米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 要谈一谈 谈什么事由我们再说 但最重要的 尼西米去这个西边 耶路撒冷西边 要往西边走 要经过什么地方 其实当初耶稣带他门徒 中午饿了以后 他们门徒出去 就是要经过一个地方叫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跟这个犹太人之间是势不两立的 犹太人看撒玛利亚全部都是烂的 那他们确实也是烂的 这个土匪同行 就是各种淫乱的事情 各种抢劫偷盗事情 都是撒玛利亚人干的 所以呢 但是尼西米要去的话 一定要经过这个地方 所以可能这些仇敌们 会在这里设置人 把他暗杀掉 暗杀掉呢 那就等于说 可以嫁祸于撒玛利亚人 那个地方很不太平嘛 有时候我们 就是有个治安不好的地方 你从那儿走 如果在那儿有问题的话 别人都不会去想有其他问题 一定是这个 碰到一个什么土匪了 这样的话 谁约他去呢 是这个参巴拉 参巴拉是属于 这个 这个耶路撒冷之外 这样一个大的省的一个省长 他是 可以 他是可以约到这个 尼西米去跟他谈这个 关于这个 城墙的这个事情 但后来的 后来的这个 要谈什么东西 在后边经文里面提到 所以 这个参巴拉 如果他手下的官员 如果被杀了 他还要向国王去交代呢 而不是说他还会 他也需要调查的 虽然是他暗杀的 但是以后他要向上司汇报 还是要他去汇报 所以他找了这样一个地方 简直是 这个一键双标 那尼西米看出这个阴谋来 断然拒绝 不过他的措辞是完整 他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 第三第四节 你帮我读一下吧 六章三到四节 于是 于是 我拆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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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是 耶华打工 那是 他可能会说你谋反 谁的打工 是国王的打工 这是 波斯国的打工 尼西米办理的大工呢 是 波斯人 尽人皆知的 他从这个 国王的奉天承运 来办 修理这个城墙 等同于这个 国王的旨意 所以 尼西米有充分的理由 回绝 当然尼西米看中的 我们知道是 看中神的打工 但他跟这个 参巴拉说的打工 是指向的是 这个国家的 这个国王的打工 所以他这个理由 可以四次回绝 因为这是国王的旨意 我正在做这件事情 第五节到第九节 你们帮我读一下吧 第五到第九节 参巴拉第五次 参巴拉夫人来见我 手里拿着 回忆和信心 信上信的说 外汉人终于封身 像书人说 你会有大人模反 修造造强 你要做他们的王 你要快限制 在耶路上的旨意 你也想说 再有大人王 谁在这话 必传于王子 所以使命来 为我们一十三亿 你也想说 你也想说 你所说的 这是一代的 没有 是你心里跌造的 他们的功告 使我们惧怕 意思说 他们的手 必反弱 以至于工作 我们的成就 神啊 就必坚固我们的手 好 谢谢啊 参巴拉这个 前面四次 不常又生一气 就发了一封 挺被封的信 叫公开喊 按照当初被封的信 可以在朝堂之上 所有人同时听到啊 说呢 内容说 你有谋反的谣言 说 流传 变了 说你这个人要谋反 是谁说的呢 你看这个参巴拉说是 这个阿拉伯的这个官员 说的 就是个欺善 说这也是个官员 说你有谋反 所以这个 这个参巴拉很会搞政治啊 他让一个 另外一个阿拉伯省的省长 说另外一个省的省长 说要谋反 然后他就出面 所谓调停嘛 就你们两个过来 我们对照一下 他说这个意思 那这个 你已经出现这个说法了 你的参巴拉算是 他的这个大省的省长 让你们两个小省的省长 来谈这件事情 这是你世家人的 你没有办法的 因为是另外一个官员 控告你的 你不能摆脱这件事情 不能摆脱这件事 但是呢 尼西米还有个身份 他是久正啊 他久正从 直接从国王身边 通降下来的 所以他非常有胆量 真的是有胆量 在实权上 尼西米实际上是不受 这个参巴拉的管控的 所以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方式 就直接告诉参巴拉说 你这件事情是什么 捏造的 一概没有是捏造 直接就恢复了 因为尼西米差人恢复 也是一个公式天下 他差人恢复 他不是说一封密函回去 他是差人公式天下 说你们是捏造的 尼西米的身份 不是一个平民的身份 不是耶稣那个时代 耶稣他 我们现在称他是王 称他犹太人王 咱在那个时代 他身份是什么 平民 他说话呢 基本上除了他门头会记录 政府是不会记录他的话 所有的 尼西米是个官员 他说的每一句话 在当时 都可能会被记录下 尤其是他 以后圣经记录 他还要向国王去述职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 这个修建城墙 这个过程里边 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是要跟国王讲清楚的 所以这一来一去 他是不会乱讲话的 他只能讲事实 所以他讲的就是一句话 就你们是捏造的 捏造的第一个是 我是奉王的指名来修冲墙 你说的那个所谓的谋反 跟我这个事情是 两回事情捏造 第二个呢 如果说先知说 要有王出来的话 那你也把证捏出来 但圣经后边再没有说 参巴拉的攻击怎么样 这个事情是够了了之的 所以这一句话 就可以把这个事情 全部就否定掉 全部否定掉 尼西米抓住的就是一条线 什么线 就是建起城墙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这件事情 神必定会帮助的 其他的事 都是分散尼西米注意力的事情 所以尼西米在这 向神求告 神啊求你兼顾我的手 兼顾手干什么 只是建城墙这件事情 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可以 同样呢 我们基督徒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 就是从世界里边分别出来 世界的价值观很多的 世界里面有的 跟圣经的价值观很相似 看起来某种两可相似 更有很多那个鸡汤类的这个东西啊 它是断章取义 跟圣经有所有的经文有来龙去脉 有生命的连接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搞清楚圣经里面 很多话的来龙去脉 就不会被动摇 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主线 当这个蔡玛拉和多比亚 看见城墙即将进攻的时候 他们的之前的阻挠破坏 全部都前功尽弃 他们就不惜孤注一掷 通过造谣啊 还有毁谤啊 欺骗啊 假话来攻击这个尼西米 这个已经是超出了 他们这个官员的一些 这个正常的做事手法 人身攻击 还有不公正的论断啊 是容易让人这个内心变脆弱的 当尤其是我们为神服侍的时候 可能会有人站起来攻击我们的人格 攻击人 因为他事实上他拨不到你的时候 事实上他没有办法来 这个仇敌事实上没有办法打倒你 从事实上 他就会攻击你的人格 所以是什么有欺骗的 这个时候其实尼西米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 他是相信神会完成大业 并成成一切不公正的指控 但话说回来了 我们不是尼西米啊 我们的行为未必像 尼西米那么端正 所以啊 别人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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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讲话 当有人身攻击的时候 可能是上帝要提醒我们 我们自身的人格 是不是确实就有问题 当这个 如果可以改正了 那我们最好不要出于血气 反而去控告别人 那就真的成为撒旦的帮凶了 自己有问题而不悔改 相反去控告别人 那别人不是撒旦的帮凶 是我们是撒旦的帮凶 那也求神兼顾我们这个 也求神兼顾我们 从我们的软弱的地方 看到真实自己 同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 有时候一个 我们会读圣经的时候 或者读书的时候 会有个习惯 往往会把自己啊 带入到一个角色 就是这个书里面 所说的正面人物角色 我们不论是看电影 还是读故事 讲听一些事情经历 往往会把自己 带入到一个正面角色 对不对啊 这是我们的习惯 尤其是读圣经说的说 即使我们不会把自己 带入到耶稣身上 也会带入到那几个门徒身上 觉得自己啊 真是这个跟主这么久 受了莫大离去 像这些门徒一样 其实我们连半分层的 门徒的性情都没有 是没有的 而是更像那些 攻击他们的人 这个我们要小心啊 要小心的 因为你看那个世代的宗教人士啊 就在耶稣同时代宗教人 同样是觉得自己很爱神的 对不对 都觉得每天进圣殿 又把经文刻在脑门上 写在袖口上 觉得自己可爱神啊 最后怎么样 把神给钉死了 所以我们要从整圈的这个 圣经里面看待自己 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最好读圣经的时候 不要把自己 只是带入到那个 正面人物里面 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在 反面人物里面 那些攻击尼西米的人物里面 那些与耶稣和门徒们 筹集的那些人 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警醒的 我们再看啊 这个反对他 所以就在这个事情上做文章 就制造了一个封头 就是这个 让尼西米出在封头浪天上 所以尼西米在这个封头上 他才制造自己信仰是真是假 才坚言坚定 他指口 尼西米指出这些是捏造 所以他的 根本动摇不了尼西米的这个信心 决心 那在这样一个赛点上 你看 就很多人捏造他 尼西米就回复这封信 尼西米这个时候也不知道 事情会往哪里发展 所以他求告神 兼顾他的时候 是吧 兼顾他的时候 这是一个赛点 就比赛的时候会 会有一个点 体育比赛会有一个点 这个点会 如果下一分失分或得分的话 一下决定整盘的 诚与拜 尼西米只有求上帝 动一动他的手 把这个赛点 播向他 这个时候你看 出现一个什么人 先知 就下面进门 出现先知 这个先知出现的可真是实话 对于尼西米这样一个政治家来讲 政治家来讲 这个先知的话很关键 非常关键 所以他求告上帝嘛 要兼顾他的手 要继续建成 要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完 好这个时候 他在下面的经文里面 就出现这个先知要告诉他 上帝说什么 我们继续帮我读一下 六章十到十四节 我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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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功枉的歌 我不进去 我当心神 没有了解 是他 是他自主守这话 攻击我 是摩比亚 和 探巴拉 和 最难呼估的名字 是要教我去查 已从他犯罪 他把他套神 要恶礼 引爆我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图片 这个有一个先知叫士玛雅 然后还有一个女先知叫诺亚迪 中间这个就是一个图片 就是士玛雅告诉这个 尼西米让他去神殿 右边那个就是也有佛名画的 画的是诺亚迪这个女先知 在向中的宣报关于尼西米的这个事情 士玛雅这个人可能是个先知啊 但是在尼西米这件事情 要告诉尼西米预言这件事情 他犯了错误 他利用了他的身份说假话 你看这个先知不总是说真话的 先知不总是说真话 士玛雅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可谓是一件三雕 这个士玛雅先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囚禁在家里面 这是一个简直一个行为艺术 目的是告诉犹太人 天下要有大事发生的 什么大事呢 这个他可能是所有在预言有一个王要诞生的这样一个先知里边其中一个 所以他把自己囚禁在家里面 他囚禁在家里面也是一个方式就是要引人注意啊 然后要爆料 引人注意然后要爆料 所有人说啊那个先知在家里边关了好久不出门 他要干什么呢 他是不是有很大的事情都吸引了足够的眼熟的时候他开始爆料 这个时候呢尼西米需要神的指引 刚才我们知道尼西米求告神求神坚固他的手 可能是要借着神要借着先知对他讲话 世玛雅就此释放信号给尼西米 那尼西米就来见先知 所以这个世玛雅在家里边关了好久 圣经没有说 他通过神消息告诉尼西米来见他 所以尼西米来见他 世玛雅告诉他什么呢 就是他声称得到了启示 特殊启示 你看经文里边说是 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面会面将神关闭 因为他们要来杀你 这是启示 这个是对的 你看这个先知说的一句真话 后边的一个也是对的 夜里要来杀你 这个就不知道了 什么时候杀不知道 这是先知说的 但是前面呢 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 将殿门关锁 就在这儿 他也是这样说了 前面这句话就是讲的 他这句话里边 真假参半 所以是诱惑这个尼西米上钩了 他告诉尼西米 唯有进入圣殿圣所 才能保 确保是心理的安全 这是一句假话 其实这个 这句假话 看起来有一个某种两可的 律法依据 在旧约里边 一个无辜人被追杀 这是指犹太人 一个无辜人被追杀 可以逃到圣殿外面的祭坛那里 寻求神的保护 等待公平审讯 但是不可以擅自入圣殿 如果尼西米对这条律法不清楚的话 他隐隐约约记得说 如果我有难 我可以跑到圣殿里面去 如果是这样混扰 糊涂不清晰的话 他就跟这个纪纪去的 会去的 但尼西米对这个律法一定是非常了解 另外 尼西米也很清楚 如果不是祭司的话 进入圣殿是违反法律的 这是一个圈套 尼西米从他对律法的书史里面 是获悉到这件事情 那今天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看书 好像一个看电视剧一样 后宫的权力大戏 有人要杀杀 有人跟他说 你逃到那里去躲一躲 你我好像很清楚 但实际你身处在 尼西米这样一个人当中 尤其是一个先知 他说话要来保全你的性命 要让你继续为神工作 要你藏到圣殿里面去 你会不会去 尤其是我们如果对律法 又不是很熟识的 一个先知跟你讲话 你会不会去 所以这就是尼西米的 一个对他的一个挑战 那在圣经里边 旧约里边 我们记得有一个老先知的一个例子 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年轻的先知 上帝明明告诉他 你要去一个城里边 告诉那个城里边的王 你再怎么样 你再做饿你就灭亡了 然后你告诉完他之后 你千万不要在那吃饭 不要在那吃饭 然后不要暗渊 远路返回 你从别人往走 就上帝明明告诉他 这个年轻的先知就去那个城里边 那个老师 结果呢 他没有暗渊路 没有吃饭 没有暗渊路返回的时候 有一个老先知追了出来 那个老先知就告诉他 上帝告诉我 让你在这吃饭 然后让你 怎么在 从哪条路回去 然后他就回去吃饭 结果他出城以后 就被狮子咬死了 这是明明从上帝得的启示 但是受到假的这个话的影响 而导致了后果 导致了后果 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话 一定要了解的清清楚楚 如果我们不清楚圣经里面的话 会有很大的这个 这个迷惑和诱惑 如果你细理分辨不清了 第一是他分辨不清 这句律法到底在 这个这个之前说的 你可以逃入在圣殿附近 避难 这就到底说了什么意思 那他可能就听从了这个 这个假预言的这样一个影响 会到圣殿附近 或者来说 宁希米如果这个时候 看重权力 他进入到那个圣殿里面去 因为在当同时代 其政治和宗教大权一生的人 不在少数 因为异教的他那种 风俗他的习惯就是这样 你可以成为一个国王 也可以成为一个祭司 也可以成为一个仙子 你可以三个基于一生 但当时的话 如果宁希米受到这种文化影响 他也可以正当理由 跟先知进到圣殿里面去 活了命下来之后 你看 我又有这份 在圣殿里边 有这样一个 有这样一个经历 他可以集这两个大权力一生的 所以这些攻击 诱惑试探都在表明 宁希米有清晰的头脑与智慧 他没有失足 宁希米说什么呢 我岂能进入圣殿 保全我的生命呢 新约里边说 想要保全自己性命呢 必丢掉自己性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让人不保命 所以说 为了保全性命 而触犯神的律法 一定会丢掉自己性命 你为了保全自己性命 而触犯神律法 最终还是要丢掉自己性命 其实同样 比如说如果我们为了保全自己的财富 而违背神的律法 你这个财富早晚也还需要丢掉 都是一样的 这都是神的律 都是神的律 所以我们要小心处理 圣经这个律法 有我们实际生活里面的一些矛盾 我们想不通的地方 还有啊 圣经里面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这一段话和另外一段话 它看起来矛盾 这个东西一定得搞清楚 要不然的话会给我们以后生活带来困惑 会带来困惑 比如圣经里面 耶华明明说世界里面不可杀人 对不对 后来在攻打 耶利哥在攻打加南地的时候 犹太人杀人就说 这都是一个新的一个信主的人 应该有的疑问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杀人 那后来上帝让犹太人去攻打加南地 里面老弱妇孺全部杀掉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是否我们可以有这样很多的机会 我们通过圣经的学习 还有一些教医的学习去明白这些事情 那对圣经话了解呢 如果不了解的话 会产生今天这个假先知的 第一他犯了错误 第二是会容易进入到这种假的话语 假的语言里面 这样的问题 尼西米说 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 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圣殿保全生命呢 我不进去 尼西米很清楚 第一 他本人是一个官员 又有王的重任在身 他无需通过这个来保全生命 因为他刚才说 你们说都是捏造的 我很明白我今天的处境是怎么样 第二 他不是祭司 如果进入圣殿随被律法 在民主记里面说 凡哀尽的外人必备致死 很严格的这个 你就是祭司 你那天没有按照规矩 去捷径礼 或者没有穿错的衣服 继续要被杀死 还有有一个 看到约会要倒下来了 他擅自去服务的一个人 这好心吧 最后也被击杀了 所以你不按照这些律来 这个这个处理这些事情了 一定会出问题 那史玛雅的这个预言呢 明显违背上帝的律法 明显违背上帝的律法 所以你心里看出 它是一个假先知 所以 回过头来 就还要再说一遍 基督徒一定要识读圣经啊 至少是圣经的教义啊 关于我们的神 关于圣灵怎么启示我们 圣灵怎么 在我们心里面内住 使我们读圣经 怎么跟人沟通 这些有时候是我们 说实话 有时候很多事情 是我们杜撰出来的 圣灵怎么跟人 我们之间交流的 都是在圣灵里面 写得清楚的 还有很多 如果你觉得 读圣灵读不懂 基督教很多的教义 它已经甄别清楚了 这个以外的东西 我们就要小心的 所以在创纪里面 那个蛇跟那个亚当夏娃说 你吃了不一定死 这个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 这个你吃了也不一定死 但亚当和夏娃 这个脑子翻糊涂了 到底能不能摸啊 能不能吃啊 所以当糊涂的时候 他们就犯了这个 犯了罪 还有 我们的榜样就是耶稣了 我们主耶稣 当那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 你看 他说 说的话都很好听啊 你说神的儿子 可以分布地上石头变成石骨 对不对 很好听啊 你有能力吗 对不对 耶稣说什么呢 经上记着说 人活着不但靠事物 是靠神的话 这是经上记着说的 耶稣是以经上的话 为原则活的 那魔鬼又说了一句 就把他带到那个 一个圣殿顶 你说神的儿子 你可以跳下去 然后吩咐你的天使啊 使者中间接着你 让你的脚不至于落地上 就不能摔死 耶稣说什么呢 这都很好听的话 你知道吗 你有能力吗 你神的儿子吗 你有很多的天使来保护你吗 耶稣说 你不可试探处你的神 这又是另外一句话 第三个魔鬼又告诉他 说你看 把他带到高山 说你若拜我 天下荣华富贵都给你 你就世界 但其实魔鬼表明 他是世界的 你若拜我 耶稣说什么呢 当拜处你的神 把他抛开了 他说的都是经上记得出来 都是说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对圣经 耶稣说的这些话 都非常清楚 尼西米在这儿 也是看明白了 神没有拆遣这个 所谓的贤侄 跟他说话 他随即知道 是多比亚和参巴拉 汇满了他 尼西米可以分辨 这个贤侄讲话的真假 这个很厉害 尼西米作为一个 他也不是祭司 尼西米当然 本身他是先知 他也不是一个 君王 当然 但从他身份里边 都可以看到 他有这样的能力 但他可以分辨出 这个先知的话 是非常厉害的 他是依据神的律法 看得清清楚楚的 那如果他分辨出来了 他从这个先知 因为他一开始 祷告神说话了 向神祷告说 你要坚固我的手 好 一个先知要跟他说话了 说完话之后 他说这个是假的 那就更加坚定 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断定 会买他的缘故 是叫他惧怕 怎么惧怕呢 你看现在这个状况 对于尼西米来讲 居然耶路撒冷城里面 犹太人的先知啊 不光是一个先知 还有众先知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诺亚迪 这样一个女先知 都起来说假话 攻击他 这个势力 也让他感到极不极怕 让我们 如果是我们的话 很害怕 应该是去抗 但是尼西米是掌握了神 这些东西 都是在神的律法 之外的东西 他在神的律法 相被背了 另外一个 如果尼西米 一旦听从那个先知的话 进入到圣殿里面 这个把柄怎么样 就落在他们手里面了 那就让他做什么 就得做什么 那 依从他们犯罪 他们好传扬 恶言回报 这就是 以后尼西米 如果 一失足成千古汉 他就 会成为他们 这个 把控的一个工具 作恶的工具 好 这是 这是先知们 在这个城里面 通过宗教方式 对尼西米的一个 胁迫陷害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个 这一季又不成 最后一季了 就是 下架了 就是 利用人的这种 官场的这种 政治势力之间开始了 中间这个人 戴黄帽子的 就是 这个 多比亚 右边 右边这个 就是他们开会 要怎么样 联合势力 来攻击 这个 利用尼西米 帮我读一下 六章十五到十六节 一路月 二十五日 好 谢谢 先读这两节 你看这个 刚才图片里面 那个小城啊 它也不是全部城墙塌掉 五十二天修这个城墙 算不算快呢 是个正常时间 并不算快啊 圣经人员也没说 很快速的 修观成建 没有说很快速 但是啊 其实对这仇敌 在这种百难 百般的阻挠之下 城墙能够竣工 仇敌们认为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连仇敌都看出来 这是 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 他们开始惧怕 他们开始惧怕 所以 这是 尼西米 小胜一局啊 小胜一局 就我们在信仰 成长的路上 我们仇敌是 我们罪 或者是撒旦的 一些势力 他们会反复地 使我们惧怕 他也会惧怕 他当我们成长了 一段时候 他也会惧怕 然后再让我们惧怕 然后再成长起来 他也会惧怕 这个 这种是反反复复的 那城墙的完成 对于外邦出地来讲 算是彻底失败了 这个城墙也盖起来了 暗杀 尼西米也已经 没有任何意义了 也暗杀不了 尼西米也不去 那这个先知呢 也没有办法跟他宗教扩害 算是彻底失败 最后就怎么样 纯粹论为什么呢 犹太人内部的一个政治斗争 势力啊 或多比亚 就各种这个势力 所以他这样讲的 这些贵族啊 寄信与多比亚 说啊 这个 这些贵族 寄信多比亚 他们开始联合这种试验 然后跟他结盟 然后谁取的 谁谁取的 他们这个家族很庞大的 等于说有血缘关系 我们是 携打了一块 不可能都互相叛变 然后他们又 给尼西米说 这个多比亚 就是 善行是什么意思 在犹太人里面 很有影响力 这个是好人 你不能 动这个人 或者这个人啊 他要说一句话 很多人都听他的 就表明他的影响力 也将我的话传语上 多比亚 常给尼西米写信 告诉他们 又要让尼西米惧怕 其实这个 我们之前分享过 这个多比亚 不是个犹太人 他是一个 不知道哪一个 外邦的一个 后来他跟犹太的 一个祭司联姻了 又取了个犹太人名字 多比亚意思就是 耶和华是荣耀 他是用这个名字来 表明他亲近 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身份 结果他再做了一个 这个攻击 耶和华城的这样一个行为 看起来很好笑 很好笑 这个地方就进一步描写了 多比亚 接近全力要遏制 尼西米在犹太人当中的 这个影响力 阻止 这个 尼西米未来的工作 尼西米未来有什么工作呢 未来有 颁布律法 学习律法 还有这个 建圣殿 圣殿里边的次举 都要重新 整理的这样一个工作 这在第十三章里边 可以看到 多比亚这个人 真是 恶劣之急 他把尼西米辛辛苦苦 建起了这一套系 又重新被毁掉了 这就是 叫这样一个 犹太人名字的一个人 最后是 做的恶事 给犹太民族带来 极大的影响 危害 这就是 我们今天经文 差不多到这儿 尼西米冲破 百般阻挠 建起城墙 面临的 这三重挑战 先是外部的 失败了 然后就是 转为内部的 其实这个 内部的挑战 是无法解决的 内部的挑战 是无法解决的 它会持续很久 持续很久 这也需要 尼西米有 持久的信念 与坚持 才能带着 犹太人 成为一个 圣洁的国度 再说我们 基督徒内在的 城墙的建筑 是一个 很持久的事情 一直到我们 死那天 死里复活那天 这是一个 很长久的事情 那从今天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尼西米对神的话 的熟悉了解 使之成为一个 智者 这就是我今天 这个主题 智者是无惧的 我们看一下 下面那个 经文是 诗篇里面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凡尊行他命令的 才是聪明人 耶和华 是永远 耶和华 是永远当赞美 你要想聪明的话 尤其是敬畏耶和华 尊行他命令 在他什么命令 就是他的律法 你要认清楚 他律法在说什么 这个律法背后的律 是什么 你才是聪明 曾言同样也提到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我们怎么认识至圣者 他又不在 我们身边站着 也不在 我们生活里面 他的话 只有通过话 通过他的话 才能认识他 我们也常常在 主导文字中求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对吧 尼西米 是用他的亲身经历 告诉了我们 他是如何脱离一些 试探与凶恶的 就是仅仅抓住神的话 从神的话里面 或许 或许 他前方的方向 他对 尼西米对真理 有谎言 有谎言 律法 与预言 能力 还有势力 分辨得非常清楚 从神来的能力 从人来的势力 从神来的律法 从人来的预言 神的真理 还有这个 全 全世们的 全贵们的谎言 他在分辨上 真是一个智者 上帝使用他来完成 修复城墙的大功 虽然 泪尽艰苦 但最终 最后也没说 尼西米怎么样 在十三章结束的时候 也说 尼西米很气愤 最后以神手为了 尼西米生了气 手为了 也没说这个事情 多么成功 但是 尼西米被记录在 圣经上 就成为一个智者的典范 这就是尼西米的荣耀 被记录在圣经上 那同样 我们的主耶稣 他遵从父的话 看似被钉在 十字架上 因为遵从父的话 所以被钉死了 但是三天之后复活了 他得胜了 成为全人类的一个救助 是我们永远的生命的粮食 我们不是说在 我们基督徒都能成功 也不是说在 宣扬什么成功神学 我们基督的 基督徒的成功时期 我们要成功的分别出来 成为一个圣经的人 依靠神的话 成为一个圣经的人 愿我们也像 尼西米和我们主耶稣一样 熟悉神的话 成为一个属神的智者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基督 我们从尼西米这个时代 看到了一个 不容易的这样一个过程 虽然这是一台戏 把这个古代历史上的戏 主耶稣今天又演给我们看 让我们知道 怎样才能够在这个 历史的这样一个洪流当中 可以做到信仰上的独立 愿主祢恩待我们的心 赐给我们更多的时间 我们也愿意去听听祢的话 更多的时间去读经 去认清楚祢要告诉我们什么 愿主祢祝福我们 到复后就去认识了 来 好